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写过以故乡这个名字的出现在标题上的是三部嘛 一个是故乡田野环花 一个是故乡相处流传 还有一个是故乡面和花朵 故乡面和花朵 我现在再看起来呀 是走了一段弯路 因为人一天的话 别人讲要说三百句话 有用的话不超过五句 五句我不写了 我写二百九十五句 语言的洪流是怎么淹没人群体生活 这个莫言创造的故乡盛开在感官里 刘振英的故乡是在这个画里 是在说话里 河南话叫喷空 有的朋友就说 这个书啊 两个半人看过 一个是刘振云 一个是他的编辑 还有一傻子看一半 但现在好像各大高校写 互相处和花朵的博士论文特别多 为什么呢我想明白了 因为互相处和花朵二百多万字 这学生说 导师肯定是没有耐心把他看完的 我们评论家们面对着这么一个难以捉摸的 面对这么一个难以捉摸的对象 常常是觉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觉得其实对我作品最好的评价 就是对刘振云无处下尊 我不知道这是哪一个 这么有学问的评论家说出了这句话 看来中国还是有好的评论家